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吹灿海岛 上演着多少人与海的传奇故事 潜水迷倒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在华夏大地上时而久居蜿蜒 时而咆哮奔逃 最终在山东东营流入大海的怀抱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 历史上频繁改道 一度席着淮河入海 河水中那些裹挟着的泥沙 将近岸的大片碧蓝海水染成了土黄色 黄海便因此而得名 黄海的面积约40万平方千米 西北以辽东半岛南端老铁山脚 与山东半岛北岸蓬莱角连线为界 与渤海相通 南以中国长江口北岸起东嘴 与韩国冀州岛西南角连线为界 与东海相连 丰富的渔产资源 天然的优良港湾 这是黄海对沿海地区的无私馈赠 在黄海的波涛中 沧海桑田的变换 无时无刻不在上演 而世世代代一海而生 与海相伴的人们 在大自然的风起云涌 惊涛骇浪中 有着怎样独特的生存方式 有书写了怎样的精彩篇章 本集 地理中国海岛考察队 将穿过黄渤海分界线 进入黄海海域 依次考察山东荣城 感受奇特民居海草房的独具匠心 前往连云港 探秘海上仙山花果山的奇特生境 最后到达黄海南部的边界点 启东 在江苏这片最先看到太阳的土地上 讲述贪图变凉田的传奇故事 海风微浮 海鸥相伴 船只在开阔的海域中 一路向东南前行 伴随着壮美的海洋风光 海岛考察队来到了荣城市 在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队来到了荣城市 一座景色秀丽的小渔村 东敦村 刚一进入村中 考察队立刻被眼前的民居 所震撼 只见房屋建筑 错落有致地排列着 精巧别致 厚重古朴 最引人注目的 便是那高耸厚实的海草屋顶 浅褐色中透着点点灰白 屋脊的两头微微翘起 像是一个个硕大的马鞍 从侧面看上去 犹如金字塔般壮观 当地人说 他们十一代都居住在这种海草房里 房子虽然面朝大海 久经风霜 却屹立了百年 不复不倒 海草房是冬南下的 小一会儿 在老鼻子里也是在小一会儿 整个家居住了六代 一般死下的年 海边风大浪急 海风常年清洗 加上空气湿度大 一般的建筑材料都很容易受到腐蚀 那么在这座毗邻大海的小鱼村里 海草房又是依靠何种特性 最终抵御住了日复一日的海时风轻呢 考察路途中 队员们注意到 有村民在两堆草舵前劳作 大家赶忙上前询问 您好 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困海草 困海草 咱们是怎么困呀 现在是 就是把它顺利 离顺 不要青皮 随后 队员们在征得师父的同意后 决定上到屋顶进行细致的考察 咱们这一层要扇多厚啊 十五分左右吧 十五分 我觉得现在这特别软啊 咱们要怎么做呀 就是把草这样堆在这就行吗 我们带个履肌 履肌 履肌 因为它草肌 这个傻子自己都比较健系嘛 所以这个渗透力比较地 所以从中外别人说 你放破 自己也得牙齿了 扇房的师父告诉考察队 建造海草房最关键的步骤 就是往屋顶上扇海草 移动海草房的好坏 使用时间的长短 主要取决于海草是否扇得严密 为了验证海草是否真如村民们所说 具备抵挡风雨的特性 与考察队同行的专家李文涛 决定做一个试验 然后把一张纸和在瓦片上 这效果更直观 得开草叶 放在纸上 用矿泉水往上倒一下 看看矿泉水能不能渗到纸上去 好 刀上一些矿泉水 我们现在可以一层一层看一下 看看它到底能渗透到什么程度 这一层是湿的 到这基本上都干了 这一层已经开始都是干的 都是干的了 我们在下面 都是干的 看纸呢 基本上没有滅水 是完全都是干的 还是干的 这证明了这种海草院的 做防顶还是防雨性能 还是比较好的 专家解释说 由于海草房 扇得更为紧密扎实 而且层层覆盖 因此雨水更加难以渗透 有效地防止了降水的侵袭 那么 清面的海草 又是否能够抵挡住 强劲的海风袭扰呢 这时 考察队发现 村内还有一户人家 在修建房屋 老乡告诉大家 他们做的是 善顶的最后一项工作 房子整装下好以后 下面的土 往前一抹 就是为了防止 咱们的地方 因为有粪 怕粪割了 割了 咱得放 放屋顶 这个其次就是 命是一抹 没完以后 那就是修理 把这个 雾面下面 海草 雾面下面 这个 水草 全部把它 清理干净 这时 队员们注意到 整个房顶 全部用这样 厚重的海草堆砌 而且 做做房屋相连 根根烟囱直立 会不会 存在火灾隐患呢 考察队决定 再做一个试验 来检验它的防火性 它着了一下 但是立马就灭了 没有什么火 对 找了以后 离开火源以后 马上就灭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种材料 好 这个也是咱们 盖房子经常用的 对 盖房子的时候 也常用这种材料 我们看一下 哎呦 立马 这个火就着了 这个火庙比较大 相对容易燃烧一些 通过对比试验 海草的确具有 较好的防火性 这里的人们 运用自己的智慧 就地取材 建造出了遮风 避雨的特色住所 固有着 世世代代的渔民 在此生机繁衍 荣城 仅邻黄海 虽处温带 大陆性 季风气候区 四地分明 但受海洋调节显著 气候温和湿润 当地先民 应地制宜 就地取牌 创造了极具 地方特色的海草房 考察队了解到 同处黄海之滨 距离戎城 大约五百千米的 江苏连云港 也有一处 奇特居所 不过 它并不是人类的房屋 而是一处洞穴 当地人坚信 这个洞穴 正是古典名著 《西游记》中 孙悟空水连洞的原形 那么 这处洞穴 是怎样的形态模样 人们又为何会认为 它与花果山水连洞 有关呢 海岛考察队 离开戎城 乘船沿山东半岛东岸 向西南方向前行 普京青岛日照 最后抵达江苏省连云港市 连云港 古称海州 自古就是我国的滨海重镇 每当西洋西下 掌潮潮之时 千百只渔船 浩浩荡荡的事入港考 渔民们便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跟随当地向导 考察队来到了传说中水连洞所在的位置 距离市区东北约20千米的云台山 据向导介绍 云台山中不仅隐藏着当年猴王的居所水连洞 而且这座山上常有灵猴出墨 人们相信这些猴子都是猴王孙悟空的子民 并模仿他们的动作 创作出了不少独特的舞蹈 猴王迎战舞 表现的是孙悟空带领花果山猴群 迎战天兵天将的场景 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猴王的敬畏 祈求他保佑这里风小雨顺 人畜几望 当考察队爬到半山腰时 头上一阵沙沙的晃动声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只小猕猴 正悠闲地坐在树上吃着西瓜 回会儿 一行人的身边不知不觉中 已经聚拢了七八只猕猴 他们显然对考察队所携带的拍摄设备 充满了好奇 不仅不惧怕陌生人 而且还主动地和队员们玩耍了起来 在山上行进了不久 树林深处传来了一阵哗哗的水声 大家寻声而去 只见山间的断崖上 一条高约十米的瀑布飞泻而下 瀑布背后还有一个黑曲曲的洞穴 向导说 这就是水帘洞 进入洞中 考察队沿着狭长的洞道前行 不多时 一行人来到了一处洞厅 里面不仅摆放着石椅和石凳 而且洞壁上还有一些不知年代 但形似石猴的雕刻 向导说 当地人相信这些石凳石猴 都是当年猴王居住留下的遗迹 那么这个洞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仔细观察 随同考察的专家顾炳伟发现 洞壁上有着明显的刻痕 我们看这个洞穴上 这个洞穴上有很多人工开造的痕 然而 在进一步观察后 顾教授注意到 水帘洞所在的山体上 布满了多条深长的裂隙 专家推测 水帘洞的形成 很可能与这些裂隙的存在 有着必然的联系 而洞中的那些刻痕 很可能是古人为了拓宽洞穴 而进行后期开凿的 那么在云台山中 为什么只有这里 存在着一个瀑布遮掩的年洞呢 接着 专家对这一带的岩石进行了考察 基本上都是属于变质野 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厚块的 那么这种的话 我们称之为变利野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云台山的岩石 属于一种叫变利岩的变质岩 是由火山碎屑岩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变质而成的一种岩石 这种岩石主要由长石和石英构成 颗粒致密 硬度较高 顾教授 也在练练买的切割下形成的一个狭长洞窟 再加上洞口飞泽的步步 使人们产生了宛如先进的美好感受 同时 专家分析认为 虽然考察队眼前的水连洞 与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所描绘的景象有些相似 但并没有确凿证据 可以证明这里就是书中花果山水连洞的原形 离开云台山 考察队回到了码头 在渔民的交谈中 队员了解到 在连云港以东约70千米的大海深处 有一个车牛山岛 它虽远离陆地路途艰险 但渔民们都愿意前往那座岛附近捕鱼 因为那片海域鱼产丰富 一直被当地人视为风水宝地 车牛山岛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呢 跟随渔民 考察队出海去岛上一探究竟 随着船渐行渐远 考察队的视野内便只剩下了茫茫大海和湛蓝的天空 行驶了大概三小时 一行人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座海岛 随着船只越靠越近 岛的轮廓也渐渐清晰 船长告诉队员们 这就是车牛山岛 离船上岸 没多久 考察队便在岸边的岩石上 发现了几个色彩斑斓的生物 这个是海鲜 在我们车牛山岛附近的海鱼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它主要是以小鱼类为食 然后它们还有一些吃贝壳类的东西 比如海虹啊 还有鲍鱼啊 它怎么吃啊 它把它吸附 吸附住 然后慢慢地吞水 它这个底下 它嘴在下面 那个就是它的嘴是吧 它的嘴巴 对 向导告诉队员们 车牛山岛这一带水产丰富 是江苏省有名的鱼场 每当大潮退去的时候 人们不仅能发现很多海星 还能收获各种贝类 鱼类等海产 车牛山岛的周边 为何鱼产如此丰饶 专家推测 这或许与海岛的地理环境有关 于是 考察队首先对岛上的岩石 进行了分析 这种就是便利和潜力 它是很坚硬的 顾教授发现 车牛山岛上的岩石 主要成分是便利岩 其中还混合夹杂着一些潜力岩 专家说 潜力岩中 长石和石鹰的含量往往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因此 由这种基岩构成的海岛 岩石硬度大 抗风化能力很强 在遇到地质作用力时 岩石容易产生大量的裂隙 石块沿着裂隙成块垮塌后 便形成了这种线条硬朗的基岩岛 那么 这样的岩石特性 与丰沛的鱼虾 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顾兵伟解释说 与沙滩海岸相比 车牛山岛基岩海岸 周边的海水更深 更有利于渔船的停靠 基岩海岸的海面以下 大量的岩石裂隙 能够为海洋生物 提供躲避天敌的天然空间 同时 若于车牛山岛 处于北纬35度附近 海水温度四季分明 而且能见度高 每年从古雨 到第二年的春节 大量的鲁鱼 黑鵢 针鵢等鱼类 都会在此逗流栖息 因此 车牛山岛 便成为了一个 渔产丰饶的宝地 两无边际的黄海 波澜壮阔 又充满着危险和神秘 世代一海而生的渔家 在大海中 不断探索创新 这不仅是人类 与惊涛骇浪之间的博弈 更是人们 用勤劳与智慧 和大自然 和谐共生的体现 接下来 海岛考察队 由连云港乘船 向东南出发 前往黄海最南端 江苏省启东市 启东 三面环水 行似半岛 长江由此入海 黄海与东海 再次吞进 从资料中 考察队了解到 清初 先民们就涉水登沙 以筑地栽流的方式 开垦荒磅 二十世纪初 人们在这里 又竖起了长长的挡浪墙 有效阻挡了海水的侵袭 江苏省启东县 是全国农业大寨事典型之一 这部纪录片 设置于1965年 反映了当时 启东两年双高产的成绩 启东的啃荒事业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几代启东人 凭借着可贵的啃荒精神 在大陆东端 从无到有 解救了一段传奇 他们向海索地 从潮水到沙子 到一片陆地 便贪图为良田万亩 千百年来 启东人接受着黄海 给予巫私馈赠的同时 也在汹涌澎湃的黄海上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海洋文化 坑枪有力的鱼隔耗子 拉开了屡四渔场 每年开补期的序幕 千百年来 这古老的浩子 一直激励着渔民们 在大海上辛勤劳作 跟随向导 靠察队结识了 零一二一七号船的 船老大包来生 他即将带着船员们 奔赴屡四渔场 我作为船老大 属于的今年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原来我们是木产 现在我们贯在那个大堤产了 我们还是非常感谢 大海带我们的鬼子 海浪声和鱼隔耗子 此起彼伏 渔船踏波竹浪 向着希望行驶而去 向导介绍说 屡四渔场 每年的捕捞量 几乎占了江苏省的三分之一 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洋经济之乡 启动高度重视 对海洋生态的保护 修鱼记到来的时候 渔民不再出海 海洋鱼类得以修养生息 看着繁忙热闹的码头 专家告诉队员们 以前启动人向海所地 便贪图为良田万亩 而今天启动人以海为田 不仅在与波涛的搏击中 捕捞海产品 更发挥智慧 建造出了批波展浪的利器 这不仅是当代启动的肯框故事 更是中华民族 对蔚蓝海洋自信而热烈的拥抱 黄河造就了黄海别样的色彩 在世界的版图上熠熠生辉 世代生活在黄海沿岸的百姓 见证着黄海沧海桑田巨变的同时 也在适应着自然的改变 他们依靠勤劳的双手 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新家园 以海而生 以海为伴 人们在大海中不断创新探求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海洋文化 意才分成的风俗习惯 在黄海这片神奇的海域 散发着自己亮丽的光芒 接下来 海岛考察队将继续向南 进入我国东海海域 依次考察浙江省普陀山 揭秘超强台风的转向谜题 前往宁波市 观赏海上石林器官 与渔民一起体验出海制研的过程 最后抵达大臣岛 记录当地独特的捕鱼方式 探索巨浪的成因